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端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近年来在某些话题上,诸如此类的资源总会高频闪现 这些天,拜登政府正酝酿着继续加码对话芯片出口限制 杀敌自商论再度翻起 7月17日,美国三大芯片巨头 英伟达、高通和英特尔的CEO齐聚华盛顿 跟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雷蒙多、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雷纳德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拜登政府高官会面 反对收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 头日,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敦促政府 停止采取更多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措施 看着这新闻,很多人又摆出了被我说中的预言家post 说起美国架塔芯片封锁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有问题吗? 似乎没什么问题 数据就摆在那 中国是全球电子产品制造中心 也是全球最大芯片消费市场 近几年每年进口量占到全球芯片产量的70%以上 英伟达的总营收中 中国市场贡献了约20% 英特尔的全球销售总额中 中国市场销售额占到了约四分之一 高通的总营收中 中国市场占比更是高达60%以上 高通是唯一一家获得美国监管机构授权向华为销售移动芯片的公司 需求这么旺盛 有几个芯片巨头会心甘情愿失去中国市场 可以预见拜登政府的最严封锁令一旦按下启动键 那出现的局面必然是 今晚赵公子的消费由全场买单 拜登政府就是那个赵公子 要是如此 在当前局下仍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利润框架和芯片战争不免有些简单了 寄望美国三大芯片巨头的游说能让拜登政府回心转意 也是心怀侥幸 说白了杀敌自损论仍是将芯片问题置于商业利益本位的视角下达量 可时至今日 芯片问题早已演化成了一场战争 这不是比喻而是实质 是战争 就意味着它更多的是关乎政治而非经济 在战争事业中 资损八百未必能构成杀敌一千的组权英勇 当三体人下定决心要不惜代价用质子锁死人类科技进步时 你跟他们说那样代价很沉重注定是头狼 他们想的也许是 我先锁死再说 2022年有两个日期将被历史铭记 一个是俄乌冲突升级的2月24日 另一个就是10月7日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人工智能专家格雷格里·艾伦说 10月7日是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 发布出口管制新规的日子 新规内容主要就是限制对华芯片出口 在很多人看来 俄乌冲突是战争 美国对华芯片封锁则是竞争 二者对应的时代境况 分别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 可事实上 大国们在芯片问题上的博弈 也是一场战争 某种程度上 这是跟热战有别的 更为现代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引线 通常是政治、国力、价值观上的冲突日益凸显 安全则是最常用的灵异 眼下已经打响的这场芯片战争 脉络已清晰可见 它最早可追溯至2018年 美国禁止福建进华电子 购买美国芯片制造设备 随后五年里 美国两届政府陆续触探了八条 针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措施 这些措施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直接对中国科技企业断供 打击对象包括华为、海康威视等 限制中国半导体生产制造企业 获得先进的生产设备与材料 限制对象包括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等 限制国外芯片企业在中国投资 几乎所有芯片巨头都难过在内 还有几个标志性节点和事件事 2022年8月 美国芯片法案正式生效 法案核心内容有两点 一是提供520亿美元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鼓励在美国本土建设芯片企业 二是限制和阻止芯片企业在中国技术升级和增加产能 去年起 美国主导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参与的芯片四方联盟 尽此成型 截止今年6月底 美日和三大芯片设备制造国家 均采取了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措施 如果你5年前告诉我这些规则 我会告诉你 这是一种战争行为 我们肯定是处在战争状态 在这是一种战争行为 解码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行动中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亚历克斯·帕尔默 引用了美国高级半导体分析师穆斯的话 直指这就是An Actor of War 战争中终有攻防 从今年5月 禁止在关键国家基础设施中 使用美国纯组芯片制造商 美光科技的产品 到7月初 明确8月1日起 对家者实施出口管制 中方的应对被视作 以迈出反制的步伐 俄乌冲突 芯片封锁这两场战争 为孙立平教授所说的大拆解 提供了现实诸件 在他看来 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 是建立在主要经济政治体 相互依赖的基础上等 其中最主要的是三重依赖 分别是 第一 欧洲对俄罗斯能源和资源的依赖 第二 欧洲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第三 中国俄罗斯对美国西方高科技 高科设备和金融体系的依赖 而今 这三重依赖正被A层增拆解 大拆解体现在经济维度 就是逆全球化 体现在政治军事维度 就是险性或隐性的战争 近年来 美国以有岸外包 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 就是大拆解的表征 只不过在脱钩锻炼的双刃剑 也刺伤了美国自身机体的背景下 美国将口径从突钩转化为去风险 可也得看到 美国松开封锁的目录中 并不包含芯片 前些天返华的美国财长耶伦 7月17日接受采访时就说 拜登政府正在设计的对华投资限制措施 不会是宽泛控制 而是针对性下债 只要侧重于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为什么美国有意为摩擦烈度降频的同时 却执意在芯片封锁上加码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 这是未来中美竞争胜负手中的胜负手 在今天 如果说有哪样技术能对应三体中的质子 那恐怕非芯片莫属 所有电子产品都离不开芯片 量子计算与AI等尖端技术也离不开芯片 没有芯片iPhone运行不下去 ChartGPT也成不了Chart独秀 克里斯米勒在芯片战争艺术中就表示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 芯片和贸易、技术、资本等一样 成为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 他断言 芯片创造了现代世界 各国的命运取决于它们驾驭计算的能力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 很可能由计算能力决定 由于芯片供应链代表了未来竞争制高点 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芯片产业布局上发力 英特尔CEO基辛格说 过去50年 石油储备的位置决定了地区局势 而未来50年 芯片工厂建在哪里更为重要 许多人依旧是拿商业视角看芯片问题 却没看到芯片从来都不只是个经济问题 从诞生起 它就经常跟政治问题搅在一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美苏星球大战先起 为了降低宇航器上的电路尺寸功耗 美国贝尔实验室于1948年发明的晶体管 开始被拍烧用途 这成了芯片产业最早兴起的肇事 在被大规模商用和民用之前 芯片产业满足的是军用之需 从阿波罗计划到民兵二号导弹制造 美国用半导体技术提高了国防和军事中的精准制导能力 20世纪九十年代的海湾战争 之所以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场现代化战争 也与此事相关 它摆脱了二战时的钢铁洪流 在芯片技术支撑下 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 得以对伊拉克精准打击 并不血润就赢得了战争 芯片战争贯穿了冷战史破 美国当时对苏联阵营的芯片出口管制极为严格 BIS每年需处理约十万个出口许可证 用一句话形容 就是陷得死死的 先是对苏 后是对日 其实年代日本政府发起超大规模集中电路公关计划 日本芯片产业发展势头迅猛 一度赶超美国 当时日本的Drum芯片 因故障率不足美国的四分之一 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硬刚刚不过的美国芯片企业们不爽了 指责日本市场保护 政府补贴 廉价资本和知识产权盗窃等问题 此后美国政府介入 签头成立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 向日本施压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 在美国电子协会讲话时说 芯片作为国防基础的科技创新 如果建立在依赖于其他国家的基础之上 无论该国有多么友好 对美国而言都是不可承受的 1986年 美日半导体协议签署 日本被要求开放半导体市场 美国还扶持起了韩国芯片产业 签制日本 自此以后 美国恢复芯片霸权 即便芯片产量排名在1993年 恢复登顶后又下滑了 可美国控制了芯片生产 工业软件 关键设备 下游应用等环节 几乎每个尖端芯片设备中 都有美国的技术工具 设计软件和知识产权 所以说芯片一武器 30年前聚集日本 30年后我有中国 TMT观察家一公子 曾比较过两场战事的一同 相似之处是 昔日的日本 现在的中国 其实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都是由下游消费品 切入往摄像工 抓了关键产品 闯购芯片产业链 芯片产业发展 都有产业政策支持 不同之处是 日本当时已是芯片强国 鼎盛时 世界前十大半导体企业 六家是日本的 其中日本NEC 东芝 Hitachi 都很前三 中国大陆的芯片产业 在全球稍微挤身尖塔 更大的差别是 那时候日本还是美国盟友 对美国而言 意识形态的差异 综合国内的竞争 都是它如今矛头冬植的理由 前些年 互联网产业 是中美科技博弈的主要决立场 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 必然会带动算力的发展 美国田纳西大学 创新计算实验室 实验统计显示 截至今年6月 中国在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中 占据134个席位 美国占了150个 在互联网跟AI技术上 中国是大国中唯一能跟美国白白手腕的 问题在于 几乎所有为中国最先进项目提供动力的芯片 都与美国技术密不可分 按亚历克斯·帕尔默的说法 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后 美国就发现 自己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是个尚未利用起来的强大杠杆 无论是芯片设计软件 还是芯片制造工具 都是美国互盟友把控的 因此 美国挥起了长臂 从力度上看 美国秀出了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不管你的晶元在哪制造 从哪运输 有无经过美国国件 是否用了美国原厂零部件 都算是跟美国沾边 都不能运到中国去 大老板就总结道 高端芯片的研发 基于的是一套全球技术供应链 比如要做5纳米Sock芯片 需要跟ARM买内核 跟Candence或Synopsis买软件 跟高通买专利 跟台积电协调产能 只要做这些动作 就会进入到美国商务部 BIS监管的视野之中 从广东上看 美国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 应形成了去中国供应链的芯片第一导链 为是做堵截同盟 2021年的数据显示 全球80%的芯片产能集中在亚洲 其中中国台湾占22%左右 韩国约21% 中国大陆与日本均在15%左右 但中国纯国产芯片产能 只占约8% 为了强化芯片市场掌控圈 美国还推动台积电工厂 搬到美国 在某些人看来 芯片置于台湾地区原本是硅盾 可帮助台湾地区凭借着高端芯片的重要性 获得安全保障 但这道后盾正被抽空 战争打响就很难骤然止息 可直到现在 还有些人认为 一切都可以归为商业问题 资损800能让人家放弃 杀敌1000的念头 拜登政府被报 有意延长三星 SK海力士 台积电的出口管制豁免期 他们说 看 还是离不开中国市场吧 美国三大芯片巨头抗疫限制加码 他们又说 对华芯片封锁升级 首先感到痛的是美国企业 在他们眼中 商业利益就是政治决策的原点 看在市场的面子上 再大的战争纷争 都得掩气息骨 这终究是没把芯片问题 提到战争的层面来审视 很多问题 该正视就得正视 克里斯米勒说 美国政府在芯片方面 不关注商业或经济 更关注的是安全 当此之时 渲染芯片脱钩副作用闲线 或对美国制造成严重后果 什么比我们更怕芯片战 想象对方会因严重后果 而停止封锁 甚至主动穷饶 不过是种异症 没错 英伟大CEO 黄仁勋说了 中国市场不可代替 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中国市场 我们是没有应急措施的 亚历克斯帕尔默也说 若要说哪个国家能够迎接这样的挑战 那很可能非中国莫属 虽然在未来预见的未来 出口管制会对中国先进芯片制造能力 造成重大打击 但最后可能刺激其实现长期增长 如果中国每年用于芯片进口的4000亿美元 有很大一部分转而用于国内 其国内芯片企业可能终将迎头改上 但在当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丧了 包括吸附在庞大市场上的商业利益 带来的压仓是效应 认清现实很重要 芯片战争认的是大拆解逻辑 而非商业逻辑 越是这个时候 越不能被反制的民粹主义带着跑 在网上有了种论调颇为常见 拿造不出高端光刻机 就是不行的偏波结论 轻易抹杀中国在光刻机 EDA工具14纳米芯片上的突破 用白白的台积电 北大纯手工打造0.85纳米芯片 性能超英特尔50倍之类的滑重之轮 营造芯片产业大跃进的自我膨胀氛围 在芯片战争打响的情况下 看到造高端光刻机比造原子弹还难的现实 看到自身技术上的短板 重视基础科学 注重原始创新 用好chiplet封章技术 resigv开源框架 FD SOI平面工艺 EDA软件平台和半导体材料上的既有资源 用好互联网与AI应用场景拓殖 带来的诸多机会 比旺子菲薄或尊大重要得多 那些节鱼虚声或口嗨的民粹 通常只能无视 有些掌握可自借鉴 当年美日芯片公司竞争的正激烈时 日本极有益主义者石原圣断狼写了本书 名叫《日本可以说不》 石原圣断狼在书中写道 无论是中程核武器还是洲极弹道导弹 确保武器准确性的正是紧凑高精度的计算机 如果不使用日本的半导体 这种精度就无法保证 还扬言日本可以硬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 合著者中还有索尼巨子 圣田昭夫 索尼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圣田昭夫却都受利害体 这遭到美方舆论炒作 一时口嗨换来针对性打压后 圣田昭夫很后悔 出版《日本可以说不》英文版时 他要求把自己的那部分删掉了 时下流行的杀地自商论 同样带有些许口嗨的成分 不少用杀地一千自损八百 砍芯片战争的人 不是心疼幻想 就是有所无判 如果对方锚定杀地一千 换来的长远收益是避免将来自损一万 他还会可惜自损八百的代价吗 大多费 好夹 我还会 你说